人人都想成為富翁 誰才能成為真正的富翁 富翁 富翁 這次是真的走運啦 唯一的機會 請鎖定中天綜合台 富翁的誕生 敬請期待 任何有限的資源都要拿來做最有效的運用 現在我們來看到的是回到台灣 桃園有一名九字隊的男子 他早上打了919 然後被送到醫院去檢查 確定沒事之後他就出院了 可是沒有隔多久呢 他又打119 說他不舒服 而醫護人員就進行勸導 但是這名男子還口出惡言 連警察都出免來處理了 可是沒有想到的是男子他在派出所 竟然又打了第三次 這醫護人員批評了 這種做法真的是在浪費醫療資源 衣衫不整的男子坐在火車站門口 和救護人員你一言我一語的吵了起來 那你現在哪裡不舒服 問男子哪裡不舒服 他東摸西摸的就是說不出個所以然 人就不舒服嘛 身體明明就沒事 而且早上才打過119 被救護人員送到醫院檢查 才剛出院不到幾個小時 又打電話說自己又不舒服了 救護人員發現是他進行勸導 他卻大吼大叫甚至還口出惡言 我們跟他解釋說叫他自行勸 他就不爽 他就開始亂罵了 不過男子一看到警察輩輩 態度可是180度大轉變 坐在派出所裡昏昏欲睡 搖頭晃腦的 救護人員量過血壓 男子一切正常 都已經被帶回派出所了 男子竟然還趁機會再打一次119 不過這次出現的可不是救護車 而是勤務中心要來好好瞭解一下狀況 就是緊急用的 緊急就用了 很可恥而已 我對不起 對不起嘛 此次男子的頭腦終於清醒了 發現自己真的好糗 拼拼點頭道歉 也承認這樣浪費資源的行為 實在是很不可取 中新聞簡正峰 王磊雅 桃園採訪報導